嗨,我是宝可梦 欢迎回到我们的YouTube频道 今天大家都还好吗?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 就是我们的第五届的观众信用卡票选活动 我真的觉得非常的感谢大家 怎么说 因为其实我们这个观众票选活动已经做了五年 从2017年到现在 我们今年还是一样 要帮大家做发声这件事情 不是唱歌的发声 这个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活动 如果你是新朋友也没有关系 我们就带你来走一招 我们一样也有好康 要来回馈给粉丝们 一起来往下看吧 本集的重点有四个 第一个就是为什么要举办观众票选 第二个我会问你哪些问题 作答需要多少时间 会在这里跟你讲 然后也感谢大家 我们有一个年度回馈活动 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 主要是帮大家做发声 帮大家反映问题 但是呢也为了谢谢大家 会准备一些奖品送大家 那最后呢当然是本团特案啦 我们YouTube频道呢 也有一万八千多名粉丝了 那也希望大家就是 一起来参与活动 所以我们有准备一些 本团限定的活动给大家参加 这样子 好 那我们第一个就是 干嘛要举办观众票选 其实观众票选 一开始这只是一个就是一个怎么讲 忽然间想到的一个念头 但是呢我就发现说 其实如果我不做的话呢 好像网路上都不太有一个明显的声音 能够帮大家做发声 那刚好我自己有在进行社群 尤其是Facebook 目前有接近这个10万订阅 我就觉得 也许我在上面讲一些什么事情 能够让银行去注意到 那么大家所希望要有好的优惠 希望优惠不要改差 或者是有什么问题 都可以在上面做反应 所以才有这个观众票选 那我们第一届还做得非常的搞刚 你看就是还硬了 就是票选结果 然后呢寄给所有的银行 但是因为2017年 大概五年前我还太小了 所以银行就不认识我 他也不想要去管这件事情 所以大部分都是石沉大海 不过那个时候对我来讲 我是觉得玩得很开心 蛮骄傲的 就是大家对银行的意见跟想法 我都把它印出来做成一本书 然后每一家银行都不一样 没有一家银行可以看到全部的资料 然后就送给他们 那每一个人的资料都是经过匿名的 因为我没有收集个资 所以这个东西呢 大家收到的就只是那个意见的部分 银行只会收到意见 这个很有趣 那从2017年开始 你看我每年都有做一些 不同的这个改变做视觉设计 也是自己玩得很开心的 然后2017年第一届 然后2018第二届 第三届 然后第四届 现在第五届了 所以那个视觉设计的部分 我都有持续的在做这个变化 那就是给大家就是看一下 之前都是怎么做的 这样子 好 那最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你的声音真的很重要 好 这个岁末年初啊 其实大家都会在网络上面发表 自己的这个对来年的看法 或者是2021年这个用卡的心得 但是呢 好像都是只有这些网红或是这些部落客 有发声的管道而已 那其他人都没有吗 难道其他人只能够在PTT上面做 做这个书发而已吗 我觉得不是这个样子的 我觉得大家也都有机会可以去 那个表达你的心声 所以我们才有这一次的这个观众票选 那每年的12月1号到12月31号 这一个月的时间 就让大家来填打 那明年的1月1号到31号 我们就会陆续的制作成这个节目 然后呢 在我们的平台上面给大家观赏 就是大家观众票选出来 最喜欢的五张卡面前五名是多少 那我们可能还办一些就是猜讲活动 那猜对猜对的人呢 说不定就有机会 还可以再拿小七100元之类的 就会办得非常的热闹 所以你的声音还有大家的想法 真的很重要 所以你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我设计这个活动的初衷 那再来 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赚钱之余 不要回馈 因为大家也都知道说 其实你这些网红跟部落客 在网络上面就是写文章 有业配也赚了不少钱 那为什么不回馈呢 其实很多时候是 有些人不具影响力 他可能就没有办法 帮大家说做些什么事情 那再来是他可能没什么钱 那没办法 那算了 但是呢 为了赚钱我就回馈给大家 不论是MGM活动 或者是能够帮大家要到特案 都很好 那除此之外呢 这一次的活动 因为跟银行没有任何的关系 所以所有的钱 所有的行销 所有的广告都是我自己做的 我就是希望能够 尽可能的把这些赚的钱 回馈给大家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最简单的做法 让大家参加观众票选 然后也可以来领一些回馈走 尽量达到每一个平台 每一个特案都有自己的活动 这样子 那我会问你哪些问题呢 这个是蛮有趣的 我这次也简单做了一些整理 那第一个我们来看的就是 我们先会问你群众基本资料 但是这些基本资料呢 只会问你的性别 不会问你的名字 也不会问你的手机 有性别年龄 固定年收跟持卡 跟用卡的部分 这些东西呢 最后就是会有一个基本的Basic 能够让大家知道一下我们这一群受众的轮廓是多少 大概是这样子 然后唯一会收写的就是email 为什么email要把这个正奖的奖品寄给你 就只有这个需求而已 但是呢 其他的东西都不收持 也不会透露给银行知道 这是我们自己玩的游戏这样子 好 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 请你现在拿起你手边的手机 开始扫描QR Code 可以一边听我的讲解 一边作答了 这个很简单 大概只需要30分钟左右就可以做完了 30分钟感觉有点多 因为我们的问题有点繁杂 所以请大家就耐着兴致 如果没有认真回答的话 可能就会变成无效问卷 那就比较可惜了 所以我希望大家就是媒体呢 媒体的深论题都要认真的想一想再回答 这样子 好 那第一个题组就是最美丽的卡面 跟最丑陋的卡面 好 我第一届的信用卡观众票选 那时候就很想要做这个问题 因为我觉得很多银行 他们都没有什么美感 好 所以呢 我就觉得我们如果大家能够有一些 比较common的一些idea 一些想法 能够让银行智慧的话 他就会知道说 哎呀 这个卡面好像很丑 大家都不喜欢 那以后就不要这样做 那就可以让我们的全民的这个美感 就可以往上提升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那我们要来带大家来看一下 就是2021年 到底所有的银行推出了哪些卡面 其实蛮精彩的哦 好像有60几个吧 好 来看一下 这个英雄联盟信用卡 然后远东银行的 然后海悦联名卡 这个是蛮有趣的 非常多的卡面 我都帮大家收集好了 还有就是HSBC的会赚卡 也是我很喜欢用的卡片 那这边的话呢 你有看到 我们也有把这些数位银行的签账卡 把它放进来 因为他们的卡面有的设计的蛮漂亮的 比如说Line Bank 然后还有这个上海银行Cloudbank 它就有好几个不同的卡面 我就觉得很美 提供大家参考 那还有哪些卡面呢 其实你在这页 你会看到非常多的英雄联盟信用卡 所以中信呢 它光是2021年就至少发行了20到30款不同的卡面 非常的惊人 就签了不少这个契约金 然后才能够做这种卡面发行 就是也是很赶花钱啦 那像左上角这个联邦幸福M卡 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2022年的审卡 就是拿来做自动加值 拿来做旅游消费都有高回馈 那旁边这个很可爱的 OpenJong的这个华南银行 OpenPoint联名卡 也是我目前一直有在使用的 就是小七20%审卡 搭配这些随取卡 可以最高来到五六十%的回馈 非常的厉害 所以那个年底之前有兴趣的赶快去办吧 这个回馈非常的好 那这边呢 你有看到有一些卡面 其实也是可以好康的哦 比如说这个上面这个统一企业联名卡 只要你有办这张卡片刷888 就拿300点的这个OpenPoint点数 这个也是都没有人在宣传 但是回馈非常好的 有兴趣可以follow我的这个粉丝页 我都有这个跟大家分享 那还有一张卡片 我个人觉得也很不错 这就是永丰的55688联名卡 这个是台湾大车队的联名卡 那我会把它拿来干嘛 搭小黄 搭小黄那一天的话呢 再去刷个一万二 看你是要投资eToro 还是要买国内的商品 直接就是最高7%回馈 这一点非常的好 那我自己的实测呢 你拿来刷eToro 做投资入境 符合规则也会拿到回馈 这个是一定有的 很不错 那这个画面的话呢 有还有一个亮点 就2022年也不错的 就是这个联邦绿卡 这个绿卡其实我觉得蛮漂亮的 大家有兴趣可以投它为就是最美的卡片 我觉得是蛮好看的 那它的话呢 就是在指定的绿色蔬食用餐有10% 然后呢 那些电磁资费什么的 这个狗狗肉之类的 都有这个10%回馈 也是蛮好用的一张卡片 所以2022年有回馈的卡片 至少就有提到三张了 那最后的话呢 是两张英雄联盟信用卡 所以这些卡片呢 请你去选出一张最好看的 跟你觉得一张最丑陋的 那在我们的温泉里面通通都有 这都是我就是花很多时间整理好的 提供大家参考 那下一题要问什么呢 就是你最喜欢跟你最不喜欢的银行 那他们是不是有没有什么地方得罪了你 你有任何的怨气 你都可以在这里吐出来 那我觉得有趣的 你写的很像一个长篇故事的 我就会引起我的注意 我就会把它念出来给大家听 这个会非常的不错 你也可以趁机就是利用宝可梦的影响力 让你的故事给全世界的人看到 蛮有趣的 那还有一个问题呢 是我这次新的设计 就是谁是你的投资神队友 因为最近讲了蛮多投资理财的东西 然后还有一些证券的 还有一些基金之类的 那你是不是也有自己很喜欢的投资理财的方式呢 或者是你大部分都在哪一个券商购买 这个股票 或者是做定期定额 都非常欢迎你来分享 那这边的话呢 我们会把大家的意见整理起来 也会做一集节目 跟大家就是做一个这个通常事的这种分享这样子 那还有什么问题 行动支付 行动支付的部分 其实这两三年已经就是深入明星了 大家都是很常在使用 那到底有没有哪些行动支付 是你个人觉得很棒的 我在网络上搜集了一下 发现大概有四五十款的行动支付 全部都列起来的 你去看我的这个 这个 这个问卷调查 就会发现非常的夸张 有一些你根本就不知道 但是呢 我都把它整理起来在里面了 所以你也可以趁机来稍微看一下 增网见闻一下 那还有一个问题也很重要 就是我们最近一直在谈的 我们上一集节目讲到 Rechart的2022年的权益 那之前也有讲到Linebank 像这些数位账户 包含存网银 我们来评比一下好不好 就是你稍微看一下之后 你觉得哪一个东西 对你来说 你最喜欢 你最常使用的 你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们把它统整一下之后呢 也会做一个排行榜 让大家一起来看看 大家最喜欢的 投票率投出来 最受欢迎的是哪一个数位账户 就在这边 那最后这个问题的话呢 也是非常好的 就是请大家一定要把握机会 在我的平台呢 把你想要讲话的银行列出来 然后你的问题把它写出来 那么我们统整好之后呢 也会做成一起节目 好 一样就是在我们的YouTube频道上面呢 就是播映 能够让所有的银行都可以去看到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那最后的话呢 也要请你来做个评分啦 你觉得2021年所有的金融机构 到底表现得如何 还是你想要凭金管会 你觉得金管会都没有作为 你想骂他 也可以 在这个地方都可以直接来就是写数字 写心得这样子 那讲完了之后呢 我们来讲一下最重要的就是 大家最在乎的年度回馈 就是宝可梦拿自己的钱 撒回来给大家 到底你可以拿到什么东西呢 我们举办了一个就是对所有人都适用的活动 这就是早鸟 早鸟填打的人呢 从12月1号开始 钱100名直接就拿100 这个是合格的这个填打者就可以 什么叫做合格的填打 就是你不可能够指挥说 是好不错很美 那这样子不行 你必须要有至少24个心得 能够让我确认说你不是随便填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的问卷填下来 要填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 因为你真的都需要花时间去想 去思考 然后把你的答案写下来 那也因此我要感谢大家 才会准备这么多厚礼给大家 100乘100就1万了 那第101名到第200名 送50 那就是5000块钱出去 那第201名到第300名 就是一杯小735元咖啡 所以加起来大概是7000块左右 所以这些钱加一加就接近2万块钱 就是一定要把钱撒回去给大家 那你又觉得说 不对啊 他不是12月1号当天上线 全部的人都填满了 现在再来填哪有 所以你不用担心 我们有针对我们的YouTube的粉丝朋友 也有做一些加码啦 但是等一下才会揭晓 好 那如果我们本团从12月1号到31号 全部有超过2000人填打 我就再加码5000块 抽5个人 一个人拿1000块钱 这个大家就要特别去注意我们的这个Facebook 还有我们的这个Blog文章 上面都会有特别去注记就是什么时间点我们要抽出来 要记得要来领奖 这个部分就不会特别通知了 但是前面的部分一定是每个人都拿得到 我都会一一的就是回信把奖品寄到你家 你就一定收得到 那这个部分的话你要特别注意 我们符合资格之后我们会抽 抽出来之后我们会公告 记得要来领奖 满5000人再加码5000 满1万人再加码5000 这样已经加码15000了 满15000再加码5000 最高再多加码2000 2万块钱 哇这样加一加大概就是花了三四万 就是真的是不手软 那最重要最重要的重点来了 我们YouTube的粉丝朋友 现在已经超过上千人回报了 那我们到底要抢什么 我们这边呢特别再给大家一份非常不错的厚礼 也准备了1万块送大家 你现在看到这个影片赶快填打 最后问卷的最后打上本团指定行销代码 POKEMYT 就确认你是YT这边进来的 你就可以再拿到什么东西呢 这个是大润发的100元吉祥诀 我准备了100组 所以依Google的表单注记时间为主 你只要签100名 就是人人可以拿到100块 那你的email只要是正确的 我到时候就会把100块寄给你 一定可以用没有使用效期 所以这个呢就是要对大家非常好的部分 也谢谢大家的支持 虽然说我在YouTube这边的这个影响力没有那么大 然后我可能经营的影片也跟别人不太一样 但是呢 说真的 我没有要靠这个东西赚钱 但是我是做爽的 所以我个人觉得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但是我也要谢谢大家 所以我尽量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呢 再准备一些笔券回馈大家 那也希望大家就是多多支持 如果觉得我的频道不错 也可以按赞留言分享订阅 然后就是分享给上面的亲友 然后请他们一起来订阅 我觉得是不错的 那我只要未来持续赚钱 我就会持续的在我的频道不断的撒钱 回馈给所有的粉丝 谢谢你们 也请你们一定要仔细的来填达我们的第五届的观众票选 我们明年就会把它做成节目 分享给大家 你做的美的选择 都会成为我们未来的内容 非常的不错 请大家多多支持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